泰坦尼克号你不知道的是 泰坦尼克号有很多镜头都是靠特效制作而成 但是观众可能从来都没注意到 比如杰克在酒吧打牌的这一幕 事实上是靠绿幕和画出来的泰坦尼克号合成的 壮观的引擎室是真的 但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大小 工作的人是在后期同比例缩小后加上去的 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时候 只有船的底部是真的 上面庞大的船体都是靠特效制作而成 拍摄前 制片方曾想让马修麦康纳演男主角 但是导演坚持启用小李子 在试镜时几乎整层大楼的女性工作人员 都来微观小李子的美颜 于是导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卡梅隆拍戏时极其严谨 在拍摄完进餐的一场戏之后 他突然想起来 餐剧上应该有泰坦尼克号的所属公司 白星航运的标识 于是服装 道具 离职演员全部重来一遍 这场重拍的戏花掉了200万美元 片中最贵的镜头 是杰克站在船头高呼 随后俯瞰整艘船的桥段 这短短的十余秒采用了 当时最先进的电脑制作技术 平均一秒钟价值10万美元 请注意 是1997年的10万美元 片中杰克画画这一段 用了手部替身 而这个替身正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由于卡尘是左铁子 所以此端镜头在成片中 做了左右翻转才能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